哈喽哈喽大家好 由于昨天忍不住吃了辣 今天这个嗓子完全还没有恢复 今天好像更加严重了 尤其是你举于表达很多事物的时候 总感觉像宫里边出来的 你知道吗 OK话不多说 今天少说话 买了一扇羊排 简单的给它分割一下 这羊排上有点血渍 待会咱们给它清洗一下 咱们把羊排给它剁成两半 接下来咱们换一个设备 接下来咱们挨个挨条 给它分割一下 然后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咱们把羊肉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把葱给它切成小段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干姜 然后来点花椒 然后来点干辣椒 然后咱们把稀好的羊肉 给它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咱们随着水温升高 慢慢的给它 把浮沫全部 逐渐全部打出 我突然发现这锅太小了 也叫白五不开 这次真得给它换个锅 我又添了点水 咱们轻轻的打一下浮沫 浮沫打干净以后 咱们把提前准备好的调料给它下里边 咱们给它开盖煮上半个小时 半小时以后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盐 为每香甜一把盐 羊肉可以盐大一点 都可以咱们盖盖再给它炖上一个小时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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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哇天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昨天因为没说这句台词啊 遭到很多网友的严厉批评啊 在这里向大家致起来 对啊 这个味道太给劲了 我也今天饿了 不好意思 先吃为敬 好 好 咱们直接咱们来一个给力一点的 把这羊排蘸到咱们这个 我调制的秘制粘料里边 这是我自制的辣椒酱 配上这个黄灯笼酱 然后配上生抽蚝油 加点糖 提一下鲜 味道有点香脱 味道超棒 来口米饭 接下来再来一块 这次咱们来一个大的 这个相当脱骨了 还没 咱来一块这个吧 咱们这秘制粘料 爽饭了 这一口好满足 这骨头也相当脱骨 咱们谢谢 羊排上的肥肉超好吃 有骨蛋蛋的奶香气 配来点辣椒酱 咱拌米饭吃 骨生意激发 真香 甘甜的気持来 似合一口 最高的食物 很香 嗯 这块骨头性格还有点倔强 吃饱了感谢大家收看 就所有看我的视频朋友都很开心 拜拜明天见